见过了用烂皮鞋做老酸奶 用地沟油做药 我本来以为没有什么东西 是我不能想象的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 只有更恶心 没有最恶心 最近有江门的街坊 向我们118 114爆料说 江门几家医院的医疗垃圾 竟然私下外流有黑心伤犯 将他们压碎之后 卖给塑料厂做成饭盒和矿泉水瓶 天哪 医院的针头居然做成了饭盒 有知情人士向特工记者反映说 从今年以来 他发现有一伙人 经常出没在江门市区的几个公立医院 来回运送医院用过的针管 注射器等医疗废品 秘密送到市郊的一个工厂 进行加工 他们基本是这五本生意 从医院套套的拉出来 通过关系套套拉出来 运出来他们的私人的 加工厂 进行那个粉碎 完全没有什么消毒之类的 粉碎之后的包装 就卖到那些鲜料床 一般是做那些饭盒 那矿泉水那个瓶 据知情人透露 这伙人组织严密 分工合作 设有好几个仓库 特工记者对设在郊区的其中一个仓库 进行了暗访 果然发现里面存放有许多医疗垃圾 其中步伐还带有针头的医用注射器 在杜阮镇木朗村这间破旧的加工厂房内 特工记者发现里面的情形更加的触目惊心 厂房内的一个污水池散发着刺鼻的臭味 上面还漂浮有输液袋 几十麻袋已经压成碎片的医疗垃圾堆放在各个角落 一些吊在地上的袋子上面则标有医疗废品的字样 在一台加工机器的旁边 还堆放着一大堆尚未压碎的针管 在离工厂百米左右的一个山坡 另一个窝点 只见里面各种大大小小用完的药瓶堆积如山 一些药瓶里面还残留着少量药液 由于天气炎热散发着阵阵的臭味 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妈正坐在地上分解药瓶的塑料瓶盖 谁家人在这里捡的 老板啊 哪个老板 我人把头就是不知道 特别他们把这里调查了去嘛 你捡的去哪里啊 你捡的是干嘛 我这里去哪里啊 你捡的这东西干嘛 知情人士透露 负责收购这些医疗废弃物和医疗垃圾的团伙成员中 有一名黄姓男子 是江门市中心医院前院长的亲戚 部分医疗垃圾正是从江门中心医院流出来的 对于这种说法院方也做了回应 这个我就没有去核实他跟陈院长的一个血院关系或者亲戚关系 但是也是听说是他的一个亲戚 我们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们的医院也非常的重视啊 我们的主管的部门也亲自到现场去看个也确实证实了有我们医院的标签的 而且是我们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在现场 这个医疗垃圾究竟是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现在我们还没有考得很清楚 目前设施的工厂和几个存货点都已被江门警方查封 十多名涉案人员已经被警方控制 江门警方透露这批医疗垃圾买卖的具体来源和流向仍在进一步核查之中 好在有人爆料 好在警方打掉了这个窝点 用过的针头按说里面真的是什么病菌都有 运气好的有个感冒病毒 运气差的碰到个肝炎艾滋梅毒什么的 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这些医疗垃圾和废物居然拿来做饭和做饮料瓶 用一句网络流行的话来说 咱们国人的道德水平还能再低一点吧 这些年来我们道德的裤腰带已经掉到了脚后根 只要来钱 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没有什么不能卖的 针管做饭和皮鞋做酸奶 这些都已经脱离了我们人类的想象力 其实医疗废物需要专门的机构 专门的设备来装运和处理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只是当人民币的诱惑在眼前跳跃的时候 那些把底线踩了又踩的人始终没有办法抗拒 说到底还是违法的成本不够大 不足以遏制赚黑心钱的冲动 虽然广东省在2007年就制定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但是对于刚才我们看到的行为的处理 最多是三万块钱的罚款 没有打算让违法者坐穿老底的决心 底线还会被一踩再踩 我觉得越播新闻越觉得 三打两件对于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